点赞是对我们最后的支持 谢谢大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论语中写道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鸡鸡 这句话是说君子心胸宽广 能够包容别人 不屑于做那些盈盈狗狗之事 而小人心胸狭窄 着眼于利益 喜欢随时随地地算计着别人 让人心生厌恶 在我们一生当中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其中不免有些小人 正如民间的那句老话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所以这小人更是无处不在 究其原因 是因为当今社会 以利益为重的人多了 真心的朋友少了 还有的人 借着朋友的名义 一次次伤害你 让你防不胜防 很多人谈到小人就脸色大变 心情很不好 要是招惹了小人 或者被小人盯上了 都不是好事 万一起了冲突 就觉得自己会麻烦不断 日子过得战战兢兢 其实 小人也是普通人 别把小人太当一回事 见怪不怪 气怪自败 不管和谁相处 都要抱着一颗平常心去对待 别首先在心理上就输掉了 遇到小人不要怕 保持这三种心态 获得轻松自如 一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人人都怨恨小人 并不会同情小人 觉得这样的人 不值得同情 事实上 小人有时候也是被逼的 并不是所有的小人 都是最大恶极的人 比方说 一个小偷小摸的人 不一定是很坏的人 也许是因为食不果腹 不得不偷到一些食物 来填饱肚子 我们小区有一个 捡垃圾的老头子 他总是把小区的垃圾桶 翻一个底刷天 搞得地上乱糟糟 太阳出来的时候 抽起熏天 很多人都骂老头子 但是这个老头子 一点都不老实 别人骂他 他就拿着脏洗衣的木棍 追着别人打 大家都怕老头子跌倒 惹上麻烦 就再也没有骂他 只是路过垃圾桶的时候 个个捂着鼻子走路 可是换一种角度 看这个老头子 他的老伴去世多年 儿子也失踪多年 他靠什么维持生活 他翻开垃圾桶 也是为了寻找之前的东西 仅此而已 看到了他的实际困难 也许大家心情 就会好受很多了 人与人相处 多一些理解 看人不仅仅看短处 还要看长处 要看可耻的一面 也要看艰难的一面 人性都是肉掌的 理解别人心情就不难受了 也就不会紧绷着 就轻松了 二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有的小人 你躲着他 他却像苍蝇蚊子一样 阴阴朦朦的靠近你 冷不丁咬你一口 人情交往中 面对小人的欺负 太老实的人 宁愿吃亏 也不愿表现得硬气点 不愿意采取反击手段 并不代表他们 是非不分 也不代表他们软弱可欺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何况人呼 否则网上也不会流行这样一句话 千万不要辟邪了老实人 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对付小人之前 老实人总是要先掂量一下自己所付出的代价 因此 宁愿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也不敢站出来 正因为如此 小人的气焰才一天天嚣张起来 我的朋友小林酷爱骑单车 因此她买了一部几千块钱的单车 可是由于她家里住五楼 所以每天就把单车 放在楼梯口前面的一块小工地上 还上了锁 可是单车常常被人划伤 油漆都划掉了 小林很心疼 可是不知道谁干的 也只能忍其吞声了 为了保护单车的安全 小林把单车放在小区游园的旁边 这里也不爱着任何人 过几天去看 单车 坐垫都被人取了下来 拿走了 小林调出监控一看 发现坐垫是被王大爷偷的 王大爷说 我家孙女的单车坐垫烂掉了 我看你的单车 摆在这里几天都没有骑 应该很少骑 就把坐垫取下来借用一下 小林想 王大爷疼爱孙女也情无可原 就不要计较了 但是又过了几天 单车都不讲 被盗了 还是王大爷干的坏事 小林果断报警了 要王大爷赔偿一辆新的单车 平时王大爷在小区也是以老卖老 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大家都没有和他计较 因此他以为自己很神气 这次他被拘留了几天 还赔了钱 就老实多了 虽然小林和他结怨了 但是小林维护了正义 并不会心里难受 遇到小人损失了小小的利益 就不值得一提 放过了别人 也是放过了自己 如果损失了很多的利益 小人还不知收敛 那就要以牙还牙 对付小人 不要一味地逃避退让 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针锋相对的招数 甚至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丝毫不退扰 一点也不拖沓 也不拖泥带水 让小人知道你的厉害 三 不去得罪小人 各自安好 你和小人纠缠不清 那么小人就会纠缠你不放 让你一丝丝受损失 甚至遭到狠狠地打击报复 小人打击别人的方法 是可耻的 没有道义可言 如果你也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那么你也变成了小人 成了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如果你遇到小人 并且恨得牙痒痒 你也别随便动怒 还是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冲动是魔鬼 你一冲动就可能做错事情 和别人牵下仇恨 还有可能伤害到别人 遇事了冷静三分钟 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孔子曰 小人尽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 小人是最难相处的 离得近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离得远了 他们会埋怨你 如果你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 别人的对你的印象 会大打折扣 再者 紧住者赤 紧默者黑 难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但如果躲得远远的 他们会认为你看不上他 因此跟你结怨 所以 保持适当的距离 敬而远之 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当你和小人相距千里之外 估计小人要伤害你 也是鞭长莫及 无可奈何 如果你和小人走得近 被伤害的机会就更大了 如果你远离了小人 还靠近了君子 加入了温暖的群体 你会活得更加轻松 四 小人就是一面镜子 旧堂书《未征传》中所说 夫以同为镜 可以正义观 以始为镜 可以执行替 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 小人就好比是同镜 小人的一言一行 其实是社会的对立面 就好像善与恶 美与丑 互相顺托 互相交集 聪明的人 以小人的言行 来警示自己 提醒自己 鞭策自己 你看了很多小人的真实情况 就知道自己以后 哪些事情不能做 哪些事情会令人反感 违背了社会道义 你努力和小人保持距离 就是以小人为反面教材 让自己变成一个高尚的人 小李在老家的时候 他父亲常常教导他 要善待左邻右舍 可是他的邻居实在太可恶了 再来啊 邻居常常到小李家的菜地上 偷白菜萝卜 还到竹林里偷竹笋 小李父亲不恼怒 反而选择了沉默 小李的母亲责怪他 太没有本事了 没有男人气概 可小李父亲却不以为然 有一年冬天 下了十多天雪 很多人家里都没有充足的食物了 小李父亲冒雪 到菜地里摘了几兜白菜 送了两兜白菜给邻居 没想到邻居在第二天 送来了一袋子红薯 从此 两家人的关系变得友善了 得熬人处且饶人 遇到小人 你只管擦亮眼睛 看清楚小人 但是别和小人一般见识 与其同小人两白俱伤 何不学会放下 对待小人也是以诚相待 小人也是人 如果他不是十恶不赦的人 我们又真心侮热他 也会慢慢让他们改变态度 继而感化小人 任无完人 做人 学会多角度看人 真的不必因为小人 弄丢了自己的好心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